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外星系主任,这次课堂我们的主题是地球守护者,第三章,宇宙飞船,我的好奇心又蠢蠢一动了,我向来都希望能找到回溯时可以一起某式生活在外星球的个案,因此自然不会错过这个了解外层空间生命体的机会,同时也为了将菲尔带离痛苦的回忆,我询问他关于宇宙飞船的事, 飞,宇宙飞船是圆的,银色的,在最上方的中间有个圆顶,圆顶不是用来领航,而是用来观看,观看四周,左边有个窗户和控制盘,在船舱口前方有一些管状物,这个宇宙飞船有两层,上面一层是全开放式的空间,导航设备就在这层,下层有四间睡房和一间科学实验室,太空船主要的区域是一个,大约直径30尺的圆形房间,楼层之间使用梯子上下, 朵,这艘宇宙飞船是什么材料制造的,飞,这个材料很灰暗,不会发亮,它的硬度比母星球建筑物的材料更高,而且更有弹性,它不是来自母星球,而是从其他星球进口,临近的星球出产这种矿产,将至精炼后,透过既有的贸易路线将这些金属运到母星球,朵,地球上有类似的材料吗,飞,目前没有, 未来可能会有,但目前地球并没有类似或相对,硬的物质,它的质地可以和地球上所能制造出的最坚硬金属相比,一硬度,我会将它和钻石比拟,但这其实并不正确,朵,宇宙飞船是在你的母星球上制造的吗,飞,停啊,一会儿这很难说,我现在不能回答,这不是被允许讨论的事, 因为某种原因,与其说不被允许回答,该说是我不熟悉制造过程,朵,你能看见这艘宇宙飞船,是如何操作的吗,飞,用触控的方式,朵,用这个方式来驾驶或导航,飞,用这个方式来下指令,在引导者及引导屋之间必须要有接口,这个,接口就是触控,操作者透过这些接口来控制设备,控制台上有碰触式的面板,用目前地球上某些电器设备来说明, 或许对离青这个概念会有帮助,在技术上有所谓的触感式装置,它不是靠移动零件来操作,它的原理是透过触碰来改变,你对这类东西熟悉吗,你曾经看过用碰触来选换频道的电视吗,对,我知道,那是新型的电视,飞尔显然在使用它修理电视的知识,与它眼前所见的装置来比较,飞,宇宙飞船的燃料是,它使用水晶能量,水晶就是管道或氯器,它集中宇宙能量, 并以导能量产生推进力,水晶大约有两尺高或更高些,外形像是由两个金字塔组成,得不相连,尖端的部位朝外成梯形,不等边的四边形,朵,金字塔周边是平滑面吗,还是有很多刻面,飞,有很多刻面,但漏斗形的顶端是平坦的,当飞尔稍后从催眠状态醒来,我请他画出水晶,以便更确认形状,这个锥形体水晶的顶端并不见,它已经被磨平了,飞, 飞,这些是天然水晶,依其特定的用途切的形素,不同形状的水晶具有不同功能,事实上,我们现在在地球野史,用水晶,但只是小范围而已,这个曾经是船的知识线正重新被发现,朵,水晶位在宇宙飞船的哪个位置,飞,宇宙飞船的正中央,在第一层,朵,你可以看见水晶吗,它有被别的东西隔开吗,飞,它有被东西搓住,但是看得到, 朵,在水晶四周活动安全吗,我想起耶稣和爱塞尼教派一著,作者另一本由,催眠资料汇整的著作,里的耶稣数据提到,当时的人们不可以靠近和触摸在昆蓝地区,库莫尔的巨大水晶,我认为这个水晶可能会伤害,或烧伤靠近它,的人, 飞,去触碰或乱动一个,正在使用中的水晶是不安全的,因为就会改变它的放售物,并不是因此会造成对人体的伤害,而是会导致宇宙飞船改变航道,由于放售物是被引导到特定的方向,移动水晶就会造成改变,朵,水晶在你的星球有其他用途吗,飞,用途非常广泛加热,煮饭,旅行就像你们会需要,使用到电源一样,朵,而依据每种用途,水晶被塑成不同的形状, 飞,大致来说,是的,一旦成型就不再改变,除了在很少数特例或情况下,才会毁掉它,并重新塑造,这些都是同类的水晶,但可以用在不同的能量上,推进力能量和煮饭,其加热能量是不同的能量形态,一般煮饭和加热能量的差异在于能量的集中度,煮饭时的能量焦点远为集中,多,如果水晶能用来煮饭和加热,难道它不会对人造成危险,飞,当然会, 地球上的亚特兰提斯大陆就是被水晶摧毁,你可以想象水晶的力量有多强大了,任何能量都可以被使用在正面或负面的用途,分看使用者如何运用,当然,这些能量可以伤人,但如果善加运用对人们有极,大的帮助,多,宇宙飞船上的那个水晶,是自行产生动力,还是从其他地方取得? 非,它只是聚焦在宇宙能量而已,这个能量现在就在我们四周,甚至就在我们讲话的当下,所以你知道了,处于这种能量并不会被人们造成伤害,因为它显然没有伤害我们,这个力量的源头并不是目前的地球人类曾经验过或了解的, 它来自许多源头,来自恒星,来自可被称为神的宇宙能量,神的能量弥漫在每一处和每间事物,有宇宙能量,有星界能量,astro energies,有焦点能量,focal energies,有各式各样的能量,可被应用在许多不同的目标或用途上,我越听越糊涂,因此改变话题,多,你在那艘宇宙飞船上的植物是什么? 非,我是小组成员,不是船长,而是协助处理日常事务的组员,我的工作是确定宇宙飞船里的各个系统都运作正常,换句话说,我是看顾机械的人,而不是看航行图的核航员,多,宇宙飞船上有许多机械设备吗? 非,足以执行宇宙飞船的任务,但不会多到拥挤,船上的空间并不狭窄,因此在船上不会不舒服,多,这些设备是机械和电力的吗? 非,就物理学而言,是的,它有各式的能量,电力,水力,气动力,静态和动态,就和目前地球的现代传搜,使用的种类一样繁多,都是同样的物理原理,多,但是机械只要有可移动式的零件就有可能故障,非,的确如此,这些设备有时无法正常运作,而我的工作正是修理故障,或更换无法修理的零件, 我们会携带那些零件,零件不常故障,因为制造过程非常严谨,很少有瑕疵,但很不幸的,这种事还是会发生,这就是导致那些在采矿星球的科学家死亡的原因,整件事是因零件故障而引起,多,你在宇宙飞船上有,专门负责的系统吗? 非,我负责领航,动力设备,水晶和支持水晶的系统,多,这些就只是宇宙飞船里的一个系统吗?那不是遍及了整个船吗?非,是好几个系统,几个不同的系统完成这些复杂的任务,但这些系统大都集中在宇宙飞船的同一区域,多,你能看着这些系统,向我描述它们的功能吗? 非,在最中央的是水晶,它有两个用途导引机推进,换言之,这个水晶能够感应方向和位置,并且产生推动力,虽然还有协助完成这些功能的支持系统,但执行实际机能的,是水晶本身,多,我现在试着想象你所说的,尽我所能去了解它们的操作,水晶上有连接任何线路吗?非,没有,没有直接的连接,这么说吧,是透过能量场在传导能量和信息,多,你们在宇宙飞船有什么? 有运用电的原理吗?非,不是地球上所知的电力,在宇宙飞船是有用到能量,但核电是不同的,多,那么宇宙飞船上的照明呢? 非,也是透过水晶或不同种水晶的聚合,它们在特定能量的刺激下可以散发光,这些不是分离,个别的水晶,它们是有很多,它有困难解释,最相近的东西就是日,光灯管里的灵光体,但是这些类似灵光体的物质并不存在于真空中,它是在天花板上, 和天花板里,能量经过导引通过天花板,引起这些水晶发光,因此,实际上,整个天花板变成了光,从催眠状态被唤醒后,菲尔说可以将船上的光想象成散板墙面或天花板的粉状玻璃, 这些水晶就是那么细小,许许多多的小细片,当能量经过时,这些水晶就会发光, 多,船上有没有类似我们所知的计算机这类东西? 非,不是从处理的观点来看,地球上的计算机接收信息并加工处理,船上的系统则是接收能量和引导能量,并没有处理或改变的程序,只有引导, 多,这类宇宙飞船是不是使用反重力?非,反重力这个名词大致上是正确的,但是本质并不是反重力, 我的意思是,确实是有反重力的效果,但使用的是宇宙能量,并没有什么力量是和重力相反的, 而是有些力量,可以被用来抵消重力的引力,然而,这些力量并不是重力的阴暗面或反面, 多,我听过这些宇宙飞船,必须以某种方法排开重力才能飞起来的说法, 非,不是排开而是克服,就像磁性的吸引或排斥力的影响,你了解吗? 我真的不了解,我只有尽力收集资料,让在这方面比,我更有知识的人能明了, 多,我假设这些宇宙飞船和人们在地球的大气层所看到的是一样的, 非,这个星球的人看过许多不同类型的宇宙飞船, 有些是三次元,有些来自第四次元,每次看到的不见得相同, 多,人类无法了解这些飞船的速度,为什么可以这么快速? 非,这是因为它们是在能量流动的路线上翱翔之故, 能量回路,energy circuit,连接银河间不同的地区, 只要将飞船放在这些回路上,加上能量的适当导引, 飞船就可以用极快的速度向前推进, 这些飞船使用漂浮原理,并且利用太阳风或太阳河进行一般的宇宙旅行, 不同的纤细和行星间存在着浩瀚庞大的能量河流,reverse of energy, 这些能量河流流进宇宙,因此只要将飞船与这些河流对准, 就可以轻易地随之流动, 这和地球利用河水来导航没什么两样, 多,这些宇宙飞船的惊人机动性就是借由这些不同的能量流吗? 非,没错和这个类同的会是磁铁,在磁场中翱翔, 多,等到地球人可以复制这项惊人的技术时, 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 非,不会太久,不会像你们想的那么久, 目前正有人研究这种能量, 这项技,树离地球的进化历程已经不远了, 在日本有一种列车辨试使用类似原理, 它利用磁力悬浮沿着磁场向前推进, 他们在传统铁路放置铁轨的地方放置电磁铁, 这些电磁铁交互的通电断电, 由于磁铁总是朝向目的地前进, 因而拉住列车一起移动, 列车上的磁铁被铁轨上的磁铁排斥, 因此被推动前行,或更正确地说, 推动列车的磁场朝着目的地前进, 多,所以你的宇宙飞船也是运用类似的原理, 非,多少类似, 在船里有一个拉力朝向目的地, 也有一个排斥力把船推离它瞬间所在的位置, 因此,这些能量流自然地将船拉往极化的方向, 多,所以不是磁铁,而是相似的原理, 非,没错,多,你们驾驶宇宙飞船飞行的目的何在, 非,我们进行探险,开拓殖民地, 补给,协助,教育等工作, 我们有固定的探险,教导和制造路线, 在其他星球上有制造的公司不是正确的自演示机构, 有制造的机构, 多,你的意思是你们来回运送完成的商品, 非,是的,制造完成的商品, 我们有商业交易路线, 这不该是令人惊讶的事, 这个宇宙存在的著名超过一般人, 的想象比你们能想到的还多出许多, 宇宙有极多生命体, 彼此间有密切的往来, 这是个使用度很高的宇宙, 我们家乡星球的这个地区, 生命增不就比其他地区来的密集, 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拥挤的地方, 真的很拥挤, 多,我很好奇, 地球是否在其中一条路线上, 非,不在, 我们当时甚至没有察觉这个星球的存在, 多,是因为地球太遥远了吗? 非,它只是没有临近我们探险和运输的区域而已, 多,我猜想这就跟我们没有察觉其他星球一样, 我们也很可能没有察觉到你的星球的存在, 非,就是如此, 地球距离这些繁忙路径非常遥远, 再加上科技尚未进展到, 可以看到或侦测到其他星球活动的能力, 我们已经开启了一扇门, 或者说水闸会更为正确, 一扇允许来自外层空间的记忆, 由此传送的路径, 这个初始经验和我原先的期盼不尽相同, 菲尔对宇宙飞船内部运作的描述, 太过专门和技术, 我实在无法理解, 我希望从我笨拙的发问中, 为那些能够理解这类事物的读者, 发掘些有趣的东西, 我下来可以从回溯对象, 获取丰富信息的原因, 就在与我详尽询问有关时间, 地点和个暗所经历事件的能力, 但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对这类怪异主题想出适当的问题, 没有措辞正确的提问, 就得不到答案, 即使有得到的答案也将是破碎不整。 今天我们的课赞是完毕, 谢谢各位同学那么用心听课, 喜欢我们课堂的朋友请赞好和分享, 最重要是订阅我们频道, 还要点按旁边的小叮当, 我们有新影片出台, 各位便可以第一时间知道, 好吧, 现在下课吧。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机, 地中海的烦恼, 找对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无狼, 控油去射, 固法, 欲法, 防脱法, 我们推荐韩国JW洗户系列, 开花火火滅250, 爱满碧弱, 请不吝点赞,